鄧英姊妹你們好,我們很開心今晚我們會繼續這個網上的討論聖經 而呢,我們昨天有之前有講到的就是說 首先是耶穌說,他的羊是會聽到他的聲音的 還有呢,第一個聲音就是聲令,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集中自己 那第三個經文,罗瑪園賽書三十章二十節就是說 我們的教師呢,不再隱藏我們畫向左畫向右,會聽到後面有聲音說 這條是正路,要走在情間,就是說神會帶領我們,指引我們走這條路 那然後呢,昨天我們用了很多時間討論關於聖靈 因為呢,在《施行傳》二章十七節那裡開始說呢 就是說呢,神要將他的靈挑冠和朋友血氣的 那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義務 那麼呢,神要將他的靈挑冠,他的僕人和師女都,他們都要講預言 那麼我們講到呢,就是說聖靈充滿會帶來領受神的訊息 就在這個經文所說的呢,就是有些人會強一點,有些人會沒有這麼強 但是呢,都是會,其實所有基督徒都會領受神的訊息的 當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呢,是會更加容易領受神的訊息 每個人去到不同的程度,有些是比較強烈的,有些是沒有這麼強烈 那麼我們都講到呢,說聖靈充滿會帶來一些超自然的恩賜的 就是會有醫病啦,行二能啦,便別株靈啦,說方言啦,番方言啦 這類的超自然的數量恩賜 那麼我們昨天在講的時候呢,有一個姐妹她說了一句說話 那我就後來再跟她聊些話,那就澄清一下是什麼事 那她就說說呢,不要,就是想著親近神享受 然後就會有邪靈的,那這個很有問題的 就是說,享受就會有邪靈,是很有問題的 那我再問她為什麼呢,因為她說呢,她自己在一個傳統教會 她們是很反對的,那麼她們呢,就攻擊她 就說呢,你不要去,就是注目在享受神 當然,我們都不會說注目在享受神的 但是她就覺得,如果你享受神呢,你是被邪靈搞妖的 那所以呢,她就有些受影響了 那麼她聽到另一個人呢,就說呢,就是會 其實那個人都不是說,不是特別講到說她追求享受的 不過她就說,聖靈在她身上有工作 那麼她就說呢,你小心啊,恩主呢,是邪靈的 那麼這件事我想回應呢,就是這樣 當我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命去親近神的時候 當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的時候 為什麼會是邪靈先過神呢,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人就說,你呢,在這裡愛慕神 你可以帶來邪靈,那麼這個真的很不合理的 因為我們明明是親近神,那就是神更弱過邪靈 就是邪靈更先過神來到我們身上 那麼這個東西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如果當一個人,她的目標不是在神的身上 她的目標在罪,在污衛的事上 那麼她是可以被邪靈攻擊的 或者有些人她不是想著神,她只是呢,倒空她自己 那麼呢,就是,如果她不是想著神 和她跟神關係不好是有危機,可以被邪靈影響 但是如果一個人根本跟神有關係 就是,她在這裡安靜等候神代表邪靈會來的 就是有些人呢,就覺得呢,你安靜等候神 邪靈就會來的了,那如果一個人是注目在神那裡 首先我想說,等候神代表一定是 那個腦子是瘋白的,可以 可以呢,是聽詩歌,可以一邊想著神的尾線 一邊歡喜神,感激神,都可以的 或者思想一些經文都可以的 嗯,可以注目在神的身上 等候神我們說話 那這件事是,不是錯的 如果她的心注目在神那裡 但有些人呢,他們就會說這樣呢,就會朝野斜離 就好像呢,就是 那個人注目在神的身上都會斜離的 那這件事真是很不合理的 就是為什麼會注目在神的身上會是斜離呢 那所以,就是我了解之後 我就告訴她聽,我說 如果一個人的生命有破口和神的關係不好的 她有罪的,在罪中不會改的 那她就會被斜離的攻擊 但是當我們專注在神的身上是不會帶來斜離的 那我都是這樣說的,我們 就是聖經有講到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喜樂啊,愛啊這些 那這些是可以享受的 就是譬如以神為樂 以神為樂都是有享受的成分的 因為神的開心 那所以享受神並不是一件錯的東西來的 嗯,但是如果一個人只是注目享受神 那她是有錯誤的 因為她不是注目在親近神或者遵從神 她只是注目在享受神是有錯誤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她是很體重神 她又親近神,她又享受和神一起 不代表會斜離的 那所以,就是我想回應回她昨天所說的 我都跟她電話聊了的 那我但是想幫助大家去分辨 因為有些人就,因為受一些人的說法的影響 就覺得呢,就是在專注等候神啊 愛慕神啊,享受神啊 是可以帶來邪靈的 就是說到呢,邪靈比神還更快 而我覺得一個人她根本是 基本上她是和神有親密關係 她又處理生命,她又遵同神的時候 根本邪靈是沒有進口去進的 就是邪靈的入口只是罪的 尤其是當她親近神的時候呢 是更加沒有理由是先邪靈的 那這件事,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關於這方面,就是我剛剛講到這個觀念 因為回應昨天有人講過這件事 好,那我們就繼續了 那我們看下一個經文 下一個經文幫助我們 怎樣可以得到神的帶領 因為呢,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就是怎樣令聖神的聲音和領受方向為使命 那我們就是靈聖神之後去領受神給我們的方向 而這個經文是會給我們答案的 好,請怎麼會讀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聽到嗎?OK,再來一次 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你跳了,你跳了 聽到嗎? 你跳了,所以弟兄們 我要神的慈悲勸你們 哦,因為我看著你的章讀 OK,那好吧 我再讀一次 所以弟兄們 我以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 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測驗何謂神的善良 優存可喜悅的旨意 好,這裡講的是 canon petition 怎麼樣可以測驗神的善良 優存可喜悅的旨意 而這個 神語的善良優存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 神給我們的方向 把這計中誠 因為我們的主題就是 bogā успōreden цypt답 聆聽到 領受到 神給我們的方向和施命 而這個經文就講出 怎樣可以察驗神的滲流順全 我起的旨意就是神給我們的方向 就是神給每一個人的方向 OK 我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是不是每一個人 神都有一個完美計劃 這個就是我們的方向 就是我們的方向 是不是就是神的完美計劃 就是我們的方向 是啊 是 OK 所以這個經文上面所講的 都是講到怎樣可以去察驗 去分辨神的滲流順全 我起的旨意 而這裡講到有三樣東西我們做的 大家可不可以講出來這三樣東西 獻上生命 不效法世界 心意被神更生 OK 好 三樣東西了 那就 獻上 將身體獻上 是甚麼意思呢 將全人擺上 將全人擺上 你可不可以 有沒有人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形容 這個 有時候可以用反面 可以用反面 和正面來present一個idea 就是表達一個 一個意思呢 可以用反面和正面來表達的 就是把身體給神用 就是 不給 實大魔鬼用 就是 給神用 神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獻給神用 OK 除了不給魔鬼用呢 除了不跟從魔鬼 我們把身體 放上 給上帝 放下 放下 自己 全 由神去決定 由神去帶領 OK 先講到 不給 不跟從魔鬼的方法 除了不跟從魔鬼 還不跟從甚麼呢 就是那個 反面 反面 用反面來表現出一個正面 不要跟隨世界 是的 不要跟隨世界 還有呢 不要跟隨 魔鬼 世界 自己 自己 是的 沒錯 通常來說呢 就是我們就說呢 有三個敵人 我們有三個敵人 一個就是魔鬼 一個呢 就是世界 一個是自己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三樣東西 哪一樣東西 厲害一點 就是影響我們 多一點 自己 是的 為什麼你說自己呢 不是魔鬼呢 是自己受不受他 受不受魔鬼影響呢 就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問題 最終是由自己決定 是的 沒錯 就是因為這個心 擺了一個方向 OK 一個人的自我 我們再把它拆開 一個人的自我 可以給些甚麼影響呢 就是因為我們把身體獻上去 我們就要分別了 我什麼叫做 不是給自己影響呢 眼目的情慾 肉體 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是的 OK 非常好 就是呢 眼目的情慾 就是好像看一些 追求看 看到譬如有些人看色情 或者是 看美女 靚仔 看 或者 追求個衣服 穿得多漂亮 衣服穿得漂亮 不是錯的 不過那個問題就是 那樣東西有多重 那個 那個重要性有多重 是不是 常常都是很緊張 是最漂亮的樣子 OK 還有沒有其他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肉體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 包括甚麼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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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追求自己的享受 想自己得到的東西 是不是 嗯 今生的驕傲 至高至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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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是 還有想追求自己 你說 不懂得感恩 就是以為現在擁有的東西 是完全是自己 自己的能力 很快樂自己的能力 完全沒有想到是神至於的 嗯 嗯 嗯 沒有想到這些 都是神秘的禮物 所以我們沒有東西可以誇耀 嗯 其實我們人所有一切都是 就是完全是從神而來的 就是沒有一樣的誇耀 我認識有一個人呢 是你說什麼 沒有 剛剛有人說他的說話就是 我說是呀 都是上大比的審比 OK 好 嗯 嗯 我認識一個牧師呢 他是很有能力的 但是呢 他後來他就 他就是有驕傲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他真的 在那時候呢 有些很 很奇妙的成績 都在他身上發生 他慶祈的時候很奇妙的成績 那麼他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有驕傲呢 他就後來犯罪 結果呢 是 他失去了他以前那個事物的崗位 那他就 我 因為他認識我的 那他就接納我 所以他 他都和我聊天 那我就 就是 去幫助他 和他一起去記錄 那 其實他是有很多的 就是當時他真的有很多人 很多機會 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呢 結果呢 就是非常之痛苦的下場 就是因為他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就是 已經 我的恩賜已經很強 那 我們怎麼可以幫助自己避免這些危機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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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有個地方會有些 是的 那 你剛才說話那裡 那些聲音oop 我們聽到你說什麼的 不過你可以 Canvas 尤其我們更加容易給自我影響 就是當我們有些成就 就是有些事情做得好的時候 有些事情成功 或者有些人稱讚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是會很體重有人稱讚的 我曾經認識一個傳導人 他在他生日的時候 他給每一個他的團契 負責團契的人每一人一張紙 然後他就叫他寫 你有些什麼多謝我的地方你就寫得到 我聽到的是 你想講什麼 我聽不到 因為你那個聲音一句 就是兩個字跟著就寫到 是想講什麼 剛剛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OK 那就是他很體重別人怎麼看他 他很想別人會讚賞他 那他講 就是怎樣去解釋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他要叫別人這麼做呢 他說你們都要學感恩 但是他學感恩的時候呢 他就用了自己做例子 就是說你們有些什麼對我感恩的地方 那變成他是依賴這個 就是別人對他的反應 作為他的力量 就是他能夠有力量向前去 其實這件事就是說 希望人的讚賞令到自己有力量 這件事其實 人有時候都會容易 但未必好像這個人做到這麼出面 人都是會說 有人讚我很開心 就很開心我做得很好 就怎麼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件事 就是當沒有人讚我 尤其當有人批評的時候 就覺得我真的很失敗 我真的不行 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情況 會的 就是會的 就是有時候 就是外外跟 各樣都好像被別人說 就是做得 合不合都是 被別人在後面說 就是自己會有時候會不開心 有的 好 如果在這個時候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我現在在說 在說這些 我們用時間去說這些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幫我們 怎樣能夠更加 聆聽到神的聲音 進入神的美的計劃 所以我們 今天 今天我有時候都會這樣去想 自己有時候都不開心 但是自己冷靜下來去祈禱 看到這些事情都不是很重要 我當然是那些事情 就是很小事 不要緊要 就是會去 有時候會 就是會 會 翻想 就是想到自己 有時候會 哇 好像 自己這樣做 就很小的 為自己 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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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給人家賺 每樣都覺得 這樣 就是覺得自己不是這麼正 就是 住目的 在那裡邊 定睜有望耶穌 上大 就是 我先問大家怎樣可以更加放下自我 介意人怎麼看我們 這個東西容不容易 就是不介意人怎麼看我們 我們做一件事是對的 就算有人反對 有些人不贊成 有些人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都不介意 這個東西容不容 不容易 不容易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每次遇到一些 就是 要發 將會面對那些 例如這些的人 的時候呢 先來一個討告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先來一個討告 你這個人呢 就會是 安靜很多 還有呢 好像聖靈會教你 會有智慧 去怎麼處理這件事 或者 怎麼處理那些人的 好的 我的問題是 容易嗎 為什麼難呢 你的答案是 怎麼做 其實怎麼做 不僅僅是祈禱的 還有其他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些方法 我問問大家 為什麼難 你想回 曾經有人攻擊你 有人說一些說話 覺得你做得不好 那些事情 我們內心會怎麼樣 我們怎麼可以 把身體獻上 我介意這些人所說的話 受傷害 我怎麼可以 就是 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難呢 因為覺得受傷害 對 是的 就是覺得 不被人接立 覺得 他不看重 所以覺得 好像 好像自己沒有什麼用 那樣 當我知道 我也想回應一下 是 我自己會看 無論是被人讚 還是被人批評 兩個位置都是不容易的 首先 被人讚 我知道有個危機 就是讚美都會示煉人的 很擔心會令自己走入驕傲的位置 或者說 我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驕傲呢 當我去查自己的心的時候 去看自己的動機的時候 還是我有沒有真的 完完全全 真真正正的 把所有的榮耀歸回到神呢 就是擔心自己 自己會做得不夠這個位置 是的 會有這個想去偷神 榮耀的這個 就是隱藏的一些動機 我都很擔心的 那所以 有時遇到一些姊妹 在其他姊妹面前讚我 或者我覺得太多了 然後我就會 很不想 我就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幫她去矯正 不要這樣過多去讚我 或者跳出來讚我 就是我覺得 是的 一次就OK了 不用經常說的這些事情 那如果遇到其他人批評 為什麼我會覺得不容易呢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 會想一下 到底這個事情 我正在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想要我去做的 為什麼會遇到這麼多的批評和阻攔 還是有些位置我需要去調節的 那你就會開始去問 或者有一個疑惑就是 我到底做的事情 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呢 還是我要停止 所以這兩個位置都會搖擺的 無論是讚我還是批評都會令我有這些位置 是的 所以不容易 OK 是 其實那個主要原因 因為我們的缺乏 自我安全 就是安全感 那你先說到 如果有人讚你 你就叫他不要讚你這麼多 我想大家想一想 當有人讚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方法去 聽這件事 就是當有人讚我們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說 你以後不要讚我們 你不要再讚我們這麼多 就是怎樣的方法處理 一切榮譽歸給神 OK 平常心 是吧 用平常心去 去兩仇 那些所有事情都不是自己的 都是神給我 給我 就是 不是自己厲害 我要榮譽神 放下自己 OK 那榮譽神這個字眼 因為有時候是一個口號 就是 內心是應該怎麼想法 不是榮譽神 就是 怎麼是榮譽神呢 我自己放下自己 自己沒有什麼可誇 誇就誇我們的要素基督 是啊 十字架 好 還有放下自己 好 好 好 先生 珍珠神 提醒 謙卑 慶卑 陳福 應慶 慶卑 慶卑 慶佑 慶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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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那我在這裏我想總括一下,其實我想大家呢,當我們學習面對問題的時候,或者解釋給人聽怎樣面對問題, 我們盡量是specific,就是指明和細緻,就是將那個,尤其是內心的過程說出來,那人就會覺得真實一些, 譬如有時候講這些字眼,就是不要奪取神的榮義,將榮義歸給神,那這句說話是很籠統的,很籠統呢, 有時候講了好像沒有講那樣的,那我就鼓勵大家可以這樣去想,我自己都是這樣想的,譬如有人讚賞的時候我就說, 多謝神是神賜給我,改變我,使用我,所以我能夠做到這些出來,真是,真是神是很奇妙的,很偉大的, 我就這樣,我就將榮義歸給神,多謝天賜,多謝天賜,因為有人去稱讚的時候,我就說,神啊,你真是好,多謝你使用我, 那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是經常去誇大,那這樣的時候呢,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的心裡面說,多謝神,神你改變我,更新我,是可以這樣接受的,不是一定說,你不要再說, 但是如果一個人是,即是過分,即是有時候講得過分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你都可以不用這麼多稱讚我,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我覺得,多數情況都未必有人整天稱讚的,是,反而是我們怎樣剃拔,我們怎樣聽,怎樣聽這麼多的, 就是說,真是不是我的,我裡面真是沒有可怕之處,如果我不是神改變我,我今天去到一個很差的地步, 但是神更新我,改變我,保守我,以致我能夠走到今天的路呢,是真是神很大的恩典, 是,我將一切永遠歸給神,是我做的,我多謝天父,那神透過我做的,我好,每一件事,我都覺得是神的工作,我將永遠歸給神, 那麼我也都可以跟Van說,你都可以的,神都會使用你的,神都可以祝福你的,那這種的心態呢, 就是時時我們都會在這種心態裡面,我們就會去追求自己,就是好像要在事貌啊,或者被人稱讚來得到安全感, 那麼,就是我心裡面呢,時時都有一種,強烈的安全感,那什麼強烈的安全感呢? 就是我的生命是寶貴的,因為神要我成人寶貴,神更新我的生命,神在我的生命做很偉大的工作, 所以我是寶貴,就算有人攻擊我,不代表我就變得無用,我永遠都是有價值的,那所以有人稱讚我的時候,不重要的, 如果我聽了神的話,神就喜悅,沒有人能夠拆毀神的工作的,那這樣的時候呢,就算有人攻擊, 我們又不會倒,有人讚的時候,我們就想到神的真美好了,那就也都不會,就是人家讚的時候, 都不會變得驕傲啊,那這樣,OK,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就是說這個自我的處理,自我的處理就是說,有人讚我,有人讚我,我都,我都不受影響, 而我不將人是不是怎樣讚我這件事體重,我只是去尋找我怎樣能夠更加祝福人, 怎樣能夠更加榮耀神,我做到的時候我就搬起,搬起又不是驕傲的, 我多謝天父,天父會祝福我所做的,天父祝福我所做的,我要開心, 那這個人變了會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有什麼事都不會受影響, 那我想,現在因為時間關係,我就想快快說這些兩字經文, 那就是,意思就是說,我們首先就是,將身體獻上, 我們放下我們的自我形象,如果說細節,我就會說完, 是的,我在神裡面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不是追求人的讚賞, 我是深信神給我,神會使用我,而我的自我不要成為難了, 即是說我的自我,我的看法,我個人的看法,不要給這些影響, 是完全將身體獻上,神啊,你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 身體獻上也都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神你叫我做什麼, 向這個人前呼吸,雖然我覺得好像那個人未必會接受, 或者好像那個情況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都依然呢,求神給我的聰明志為怎樣做, 就是任何地方,神想我做,我都將主權交給神,我願意去做, 不如這樣,我們另外那兩點,我們下次再說, 因為我覺得,詳細的說是比較好一些的, 就是詳細的說到,怎樣不讓這個世界影響, 這個世界有什麼對我們影響,還有怎樣心意更新而變化, 心意更新,在哪幾方面更新? 那大家都可以回去想,這個就是, 我們第一,將那樣的意思,拆開來看,分辨來看, 清楚知道,就是說,將身體獻上是包括什麼, 然後呢,心意,不要說這個世界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心意更新而變化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將這些觀念呢,都很清楚在心裡面呢, 就是認識和處理,就變成了我們能夠追求神的完美的計劃, OK?那我再總括回這次所講的,就是, 就是,不要將身體獻上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追求我的,被人認同,我不是追求人的稱讚, 我不是追求外面的成功, 就是,神要做一件事,就算沒有成功,譬如有些宣教士, 曾經試過呢,去一些地方的時候呢,他自己被殺也有, 那好像很失敗了,那我聽過就說,那個宣教士呢, 他就,去到呢,又被人殺了,他就留下了一本聖經, 後來呢,那些人看聖經之後,帶來韓國的復興, 那這個就是一個,就是,好像是失敗的情況, 但是呢,神是使用的,所以我們就說, 我不計較我自己是不是成功, 我總之我就是聽神的話, 道神吩咐我自己,那我就, 那我就, 將我的主權交世給神, 神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了, 我就不再去, 不給任何人影響, 不給任何人呢, 難阻我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那這個整個生命獻上給神呢, 我們都留意有沒有給家人堅制, 就是,是不是我們掛心家人, 因為耶穌說,如果有人, 愛他的家人多過愛我呢, 是不會做他的無仇分, 我們應該愛他們, 不過,我們是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愛他們,體重他們超過神, 或者是接近神, 我們應該將神呢,肯定是放在第一位, 家人,我們體重不足他們, 但是我們不是將他們放在一個很高的地方, 是家人,或者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成功,我們的能力, 有時候我們做事好像不夠能力, 這些都會難到我們, 我將這些一切都交給神, 就是我想到哪一方面, 我可以完全聽神話的, 我就聽神話,OK? 有沒有人有事想問呢? 有沒有人有事想問呢? 如果沒有,我們就提到幾個答案 可不可以,很簡單的說, 就是,人家讚我們那時候就要這樣想, 那人家批評我們的時候, 我們怎麼想呢? 我們批評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有錯,我們就認錯, 多謝神父吧, 那如果不是我們錯, 有時候有些人沒你的攻擊, 那我想問一下你可以怎麼做, 我將這個球交給你,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沒你的攻擊呢? 那我們的自然反應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怎麼用這個自然反應呢? 被人攻擊,我們的自然反應呢, 就會不開心,煩惱,受傷, 你是不是剛剛想說呢? 你說,你說, 其實你如果想到,我想你說的, 不過因為我看到你靜了,我就不說, 如果你不想到,你可以說, OK, 因為我們很容易受傷害, 因為我們覺得, 好像很不公平, 這個人很差, 他很壞,他應該要受懲罰, 或者覺得很委屈, 自己真的很委屈, 好像做了沒有人稱讚, 沒有人喜歡,好像白做那樣, 就是人會有這些感覺,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感覺呢? 因為就是看中人, 就是看中人, 不是看中神的稱讚, 如果我們時宜都說, 我做任何一件小事, 一杯涼水神都會稱讚, 神都會歡喜, 我真心做的神歡喜, 就算多少人反對都好, 我依舊不相信神歡喜, 所以,他講什麼是不影響我的, 除非我錯,我會認錯, 如果我不錯的時候, 我也一樣可以說一些說話, 是令到他舒服的, 譬如他說, 譬如他無理的指控, 譬如他說, 你覺得自己很適合什麼, 我們又覺得自己有什麼錯, 我們都可以用一個方法去容易, 輕鬆一些去面對, 我們會說, 譬如我們錯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可以, 我想你早一點的, 你聽到, 首先我們不介意, 我們不將它放在心上, 而我們可以說一些說話是, 好像他想我們做的, 我就照做, 譬如他說, 你做得不好, 那可能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就算我做得不好, 我真的盡力做, 神經歡喜, 就算我做得不夠好, 都不需要指責的, 不過我回答他就可以說, 你告訴我, 我做得什麼, 什麼做得不好, 我怎麼可以改善, 我自己都可以反省一下的, 你有什麼意見給我, 這樣就變成, 他覺得他可以跟你說話, 而你不一定反彈, 就算他的指控是不合理的, 譬如有時候, 他誣告, 譬如他說, 你想拉攏別人就是這樣, 那, 我們首先, 不給他這個說話影響,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解釋的, 我, 對不起, 可以先說, 對不起給你這個感覺, 覺得我是拉攏別人, 其實, 其實我沒有這個心的, 如果我給你這個感覺, 你給我, 如果我有什麼地方, 令到你覺得我有拉攏別人, 你告訴我聽, 就是, 我是說出, 我不覺得我是拉攏別人, 不過你如果覺得, 你可以告訴我聽, 就是一個不同的敵對, 柔和的方法, 我們就, 就算人家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我們都相信柔和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試過, 有些人無理的指控, 我都想很久的, 很多時候, 我處理這些人物, 我都會和太太商量, 想清楚, 怎麼和他講好些呢, 怎麼不要, 盡量有一個對立的狀況, 一對立就很難聽, 怎麼不是對立, 怎麼是, 將那個衝突, 減少, 我也都會這樣的, 我會設定一個目標的, 有些人呢, 他真的有生命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很難去改變它, 那我目標就不會設定在改變, 我的目標設定在, OK, 大家這件事平和, 過了去就算了, 就不要再去, 就是再去, 將它搞大, 就平和處理了, 大家都平安, 就算了, 就是會有時候是這樣的, 那有時候有些人, 他誤告和會, 譬如傳播閒話呢, 那我又會不同的, 那我就會, 就是我會問他, 我有什麼做錯, 然後我就會問他, 就是你覺得, 就算我有做錯, 是不是你會同樣說呢, 那我, 我不是覺得我有錯, 不過你可以告訴我, 那是不是我們都可以, 將這些事情同樣說呢, 那但是, 他聽完可能會不會做的, 不過這個就是他站在他身上, 那我這個明星呢, 就要交在神經手中, 因為我經歷過這件事, 有些人真的無告我指控, 那我跟他說了之後呢, 其實有另外的人告訴我, 結果是沒有的, 因為他又向那個人, 又再指控我多些, 那所以我覺得都, 我講了算了, 我講了就是, 你不要繼續指控我, 那他聽了這句話, 他做就做, 他不做呢, 就是放在神的手中, 因為神會保守我的明星, 會受他影響, 那, 就算有些人受影響, 讓神去澄清, 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是有些破壞的, 那我都, 是神負責的, 就是神會因為那個人, 而我的計劃, 神在我生命的計劃, 會破壞到的, 就是我深信這件事, 就算有人樂意攻擊, 神的計劃在我身上, 就是會因為他而破壞, 神會保守, 以致我不受那個人, 就是他所講的破壞說話, 不會繼續影響的, 而我不將這件事擴大, 他慢慢都會無記的, 就是會放手的, 但是這一切我都是交給神的, 那我也有過這些經歷的, 如果你有些人想聽的時候, 我都可以講給大家聽, 就是這個過程, 不過現在我就不講了, 就是如果你想聽, 我可以講給大家聽, 是真實的經歷, 是真實的經歷, 這些全部我都跟太太, 還有一些牽涉到的兄姊妹, 都一起處理的, 一起去談過這些事情, 去處理怎樣的方法, 最好的處理方法呢?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不將我自己的自我, 或者人家怎麼看我放得高的, 放在高的地方, OK, 是不是有人想說話? 我明白, 謝謝你, OK,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祈禱結束, 如果你再有問題, 可以發出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下個星期二, 再繼續, 我們一起祈禱, 神經病, 我們多謝你, 感謝你, 因為你為我們預備一個, 神的善良, 純存可起, 也只是一個完美的計劃, 我們進入這個計劃是最好的, 而神你答應, 當我們將生在獻上, 不是後悔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建法, 我們就能夠測驗這個計劃, 就是說, 神你會帶領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只要我們一步步聽話的時候, 就一定進入這個計劃的, 我們不需要擔心神你那個部分, 因為你的部分就是帶領我們進入這個計劃, 只要我們做好, 我們應該做的, 就是我們將生在獻上, 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我們的心思言與合理, 合理給你, 我們不計較別人怎麼看我們, 不計較別人是不是稱讚我們, 或者別人的批評是不是合理, 我們都不計較, 我們在神裡面有安全感, 我們就不受影響了, 由主詩恩祝福我們, 願意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跟從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建法, 就給你帶領進入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聆聽到神的計劃, 很重要的, 也都是將生命獻上, 不是單是等候神的, 當我們將生命獻上的時候, 我們自然更加容易領受到你的方向, 求此親自指示我們每一個人, 怎樣進入你的完美計劃, 怎樣不給人影響, 不給自己影響, 進入神這個最高的計劃, 多謝天主讚美天主, 來奉主耶穌聖母, 我想補充分一點, 我早點講過, 我們講到有三個敵人, 我自己都覺得最大的敵人是自我, 因為我們自己用犯罪, 看到節目, 而第二樣我覺得是世界的, 周圍的人說話, 周圍的壓力, 周圍的人的仰色, 然後魔鬼就會趁這些機會, 使用我們的志望, 和世人的影響, 來影響我們, 如果我們在這些舞步校, 魔鬼影響不了, 我們和神關係好的時候, 他影響不了我們, 他沒有辦法去, 他不會得到神, 他不會過到神的關, 神會保守我們, 如果我們聽完神的話, 又處理生命獻, 他不會過到神的關, 所以我會把魔鬼放在第三, 不過有些人會把魔鬼放在第一, 就先不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人經常都講到, 人經常都講到魔鬼攻擊, 怎樣被他們攻擊, 就是用很多口號, 去宣告, 去好像和神打仗, 和魔鬼打仗這樣的方式,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聖經是沒有這些方式的, 就算了, 但會不會有些人去, 沒有這些道具, 就算了一點,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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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